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的点名 那今天整个大盘呢 一直在震荡 开高啊 一路整理 那今天整个盘呢 本来就是整理盘 那我说这一个礼拜 拉回整理 那接下来中秋后呢 我还是看好变盘向上 那所以今天开高呢 一样不能追 小涨对不对 还是一样震荡嘛 不会大涨 个股洗盘 那这里洗盘呢 今天其实是在平盘 但是很多股票呢 在今天 它是重挫的 那重挫的股票 都有一个特点 就上礼拜 涨一段了 上礼拜 有大气的股票呢 如果你去追价 今天就卡到了嘛 所以我一直强调什么 低买 买对股 而且低买 那大盘在这个地方 支撑在哪里 我们再看一下呢 重复上礼拜所讲的 我们这里稍微拉近 这个缺口 跳空的缺口呢 14800 这个低点呢 14550 14550 那这个地方会做一个整理 那你注意看这里呢 涨了大概三个月 两三个月 拉回大概两三个月 刚好回来对不对 回到八月初嘛 时间上是对称的 那如果你错过这里买点 那这个地方呢 你要去想一想啊 机会一直都在嘛 上一次这个地方 其实股市呢 又拉回到原点了嘛 但如果你买对主流的话 那不一样 差很多 像细致财的金星科 这八尾车嘛 大波段啊 四星也是啊 M31也是嘛 那大涨以后你去追价 短线像呢 像今天四星就掉下来嘛 那金星科呢 在平盘整理 那我要跟大家谈呢 是这两个位置 时间都大概两三个礼拜 又拉回到这个地方嘛 但是你买对股票差很多 机会都在嘛 那现在还有没有类似 像金星科这种的 足底的股票可以买 那你要做功课嘛 那我们最近就会带会员 去做布局 布局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个地方 会不会破底 我们先讨论这个问题 会不会破底 这里是国安基金嘛 那事实上国安基金 先户盘的时候呢 他宣布户盘就跳空 往上走了嘛 所以基本上 国安基金的成本在哪里 在这一个位置之上嘛 那这里呢 距离目前的位置 差距多少 一点点而已啊 那你选对股票 那就不一样了嘛 那同样的问题哦 大盘回到八月初这个位置 如果你买错股票呢 它就破底嘛 那这样大盘才回到这里 我再讲一大盘回到这里 有个股票大涨对不对 像金星科 像M31 像四星 但有个股票破底嘛 像今天来讲呢 就有一些股票呢 七爪八爪 它就往下破底了嘛 所以第一点呢 你要买 你要买对 低买 你可以撞波段嘛 那第二个呢 弱势股 你需要做换股的动作嘛 那之前我跟大家谈 这些时候在选股不选市嘛 主流在哪里 在那支中小型那支的索马股 低买 你才有机会赚波段嘛 像金星科 像M31这一类的 那做多为什么会赔钱 为什么会赔钱 因为你弘低没有买 然后你去追涨嘛 那追涨的话 今天很多股票掉下来啊 那做空为什么会赔钱 因为你换空强势股嘛 不停损嘛 所以缓过头来 你要怎么赚钱 这很重要哦 很简单的观念 可是大家都做不好 你要怎么赚钱 你不要去追高嘛 你弘低买 你就不会套牢 对不对 那买什么 买强势股拉回买 这两个倒着做嘛 你买强势股拉回买 那如果在低档买呢 你就赚更多了嘛 就你要买对主流 拉回买 不要追价 那低买呢 你就转波段嘛 那今天来讲呢 有一些股票呢 是重挫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像四星连续往上涨了以后 今天拉回嘛 你去追 短线上就卡住啦 那金星科呢 今天是满强势的 一直维持在平盘附近 那M31也小跌嘛 那我们看一下四星 这种叫足底的股票 对不对 足底嘛 然后一路往上涨 往上涨 往上涨 你这些都不买 你在这买卡到了嘛 为什么老是喜欢追价 那强势股呢 至少你拉回买嘛 拉回买 拉回买至少会比较安全嘛 那金星科呢 今天表现得满强势的 维持在高档整理啊 那M31呢 今天也是拉回 那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就算你买对主流股 就算你买对主流股 如果你一直都是追涨的话呢 你还是赔钱嘛 那同样是高价股 今天有一些高价股呢 破队啊 不是高价股就比较好 也不是低价股就比较不好 那重点是什么 下半年第四季 有没有成长 法人有没有去布局 还有你是追涨 你是追涨还是低买 这个都会影响你 到底有没有赚钱嘛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下一段呢 跟大家做说明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拖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知识财线 022-2752-5868-2752-5868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今天报纸头条是这一个 成熟制成 报价跳水 逆记电 大型龙头骨 成熟制成 之前有没有跟大家提到过 套在这里的人 我做个大天亮 不知道停损 也不卖 如果摊平呢 更糟糕 再看一看高价股 AES 6781 破底 千几块纯 805 不是高价股就会涨 立志 也是破底 022 那有些投资人 都会坚持 套牢的话就不卖 一路爆 一路爆 一路跌 怎么办 买对股 才可以爆 你像IPC制裁 拉回再买 对不对 但是你买错的话 你要设停损 操作观念 其实都很简单 但很多投资人 就是这样 买错了就续报 立志也一样 货柜股也一样 那今天最涨的股票 有几档提醒大家 也不是低价股就很好 你像提威西 这个蛮危险的 大涨一段了 我常常讲 大涨上去 我没有跟上 我找其他股票 这一档绝对不会追 像这里来讲 你要注意 今天这个藏黑下来 手上有的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那立志店 今天重挫 那今天还有什么股票 今天很多股票是重挫的 那重挫都是之前怎么样 之前大涨一段的 常常要撤架 重挫前夕还在追价 这一档你要小心 出现大量 有没有 起两个位 你也很加力 长了两个月了 你还在追 如果掉得比较深 你怎么办 如果你融资买的 又怎么办 是你自己去追 还是老师带你去追 人在出货 你那些人挣架 这个也是追价 起一个位 上一波的糕点 这里本来就要整理了 你要买应该怎样 在支撑区买 不是在压力区去追 波罗威 今天两万多张 小心 两万多张 高档出现两万多张的大量 危险 那类似这种股票 它是不宽高价低价的 涨太多了去追 危险嘛 该卖你不卖 像有些国家就破底 这国贤没什么去 但是会打底 大量出现了 还在买 今天又跌嘛 那操作上你一定要很小心 那目前来讲 最重要的是还是选股嘛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譬如说 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谈到 宏达店 对不对 我们八一底怎么跟大家谈 我说这一条是年线 年线区呢 支撑支撑支撑 守了两个月了 低买 做教码 轻轻松松的 量也出来了 龙卷三万张 我说这里 你把它看成头部去换空 就卡到了嘛 它是往上走 轻轻松做教啊 今天呢 今天小跌嘛 那如果你去追涨停 还是会短套嘛 那你皇帝买 你坐轎嘛 今天拉回你还是赚钱的啊 那这一段一直跟大家谈 操作的一些观念 包括呢 像宏达店 包括呢 像细致财 都一样 宏低买 你才有机会 赚到大波段利润 那下一段呢 我们跟大家谈 另外手中的像 工业电脑五峰 这几档股票 这是会员的持股 我们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扩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支付单线02-2752-5868-2752-5868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8月底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 这一组会员所上的这几档股票 我最主要是要跟大家谈什么 我是怎么操作 怎么样去布局的 武峰今天也是拉回 但重点是什么 他是连武宏拉回整理 当然这个地方你也不能去追 该买的时候 该布局的时候你不布局 往上追价 就有可能跟其他的股票一样 短信要套牢 坐轿 填席 填权 对不对 我们再讲金星科跟台阳 那武峰今天是拉回的 那台阳今天也是小回 那台阳第一个买点是哪里 这里足底 第一个买点 那往上涨停以后 整理 整理以后 这里有突破 对不对 低买 那拉回以后 要不要买你自己去做决定 那我只是跟大家谈 操作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你像武峰 你要低买 不是去追价 台阳也是一样 金星科也是一样 这里都填席 往上走 他创新高 对不对 创新高了 创新高以后在这里做整理 那这里 那如果是支撑测试整理成功 有没有机会再往上走 那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还是一样同样的观念 你要买对股票 而且要红低买 你才有机会赚钱 尤其是赚到波段利润 那阳明光最典型 阳明光今天是拉回的 那之前涨了两支涨停 都是同样的问题 该买的时候你有没有买 不该追的时候你又去追 该买的时候你又不买 不该追你又去追 这样连算两支涨停 创新高以后 它本来就是需要整理 那你去追涨你赚不到钱 那先拉回 他先这样说的 所以还是整理 还是整理 但你追价你也赚不到钱 买对股票追价也一样赚不到 所以你要买对而且低买 买对而且低买 你才有机会赚到波段 就跟锡制财一样 也跟宏达电一样 那宏达电今天怎么样 今天在平盘附近整理 那这里是年限 年限低买上去 在这里做整理 那连线在这里 这刚才 那台阳操作也是一样 那这些都是一个操作的 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 然后回到大盘 大盘在这一个地方 已经拉回了接近三个礼拜了 又回到八月初的一个起涨点 那我说国安基金的成本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所以距离相当的近 但是有些股票一破队 那有些股票它往上创新高 所以重点不在高价低价 而在你有没有买对 而且逢低买 就好像在八月初 这八月车嘛 佩洛西访台 中共军事演习 那时候的紧张气氛 跟现在比起来 有过之无不及嘛 那那时候如果说时光倒流 那个时候 跟着我们去操作 这八月初嘛 这八月车嘛 能不能赚钱 创新高啊 那同样的情况 有些股票它是破底的嘛 一百几块 四星 四星今天拉回 M31 对不对 其实一个主底的股票 低买拉回买都会赚钱 但是你追涨 你就不一定赚嘛 就跟这里一样 你去追短线就卡住了嘛 那接下来今天拉回呢 就要测试这一个支撑啊 M31 超过五成嘛 那同样高效果呢 你这支撑带啊 那一支撑带啊 要不要换股 要不要卖 五个股票连刷去 五个股票热了 也就是破底 所以最近这几天呢 今天拜托嘛 中秋节 剩下三天 这三天很多机会呢 你可以做换股 可以调整持股 那空手的你可以找机会 找股票红低去买进 我说时光如果倒流 你能不能赚到 这里有好几天 好几天可以买啊 那同样是八月初 怕对嘛 所以不是高效果 低效果的问题哦 是有没有买对股票的问题 那目前这个阶段呢 今天大盘拉回 我们一样回到这个所在嘛 那这个地方外资 在这个八月初的时候呢 期货有稍微翻多了哦 那今天呢 你可以去查记录嘛 今天期货呢 事实上呢 有稍微止跌 翻多了迹象哦 今天拜托 春三天 这三天呢 第一个 你可以好好的 找股票红低去布局 那第二个呢 你也可以找机会 调整一下持股内容 那未来来讲呢 大盘在这 剩三天 它不会破底 那会不会往上几涨 也未必哦 它会这样进进涨 慢慢涨 但是你选到股票 比较重要嘛 你选对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做教 不是要去追涨 不需要去追涨 这些比较重要嘛 这样多少 六成了嘛 同样的状况啊 你如果同样高价股 有的破底 人家的创新高嘛 那操作上 这几天 相当的关键 那调整持股呢 我说这个地方 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来帮你 那你需要是一个真正 能带你赚钱的老师 逢低买 买对主流股 谢谢大家 本服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 都在竞争 打败懒得动 动不动 就爱水烦牛 法人顾问 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 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所有